早上吃早餐 如果在台北車站附近有什麼好吃 最好吃就是吃牛肉麵 來到台灣 如果吃老牌的牛肉麵 在哪裏吃呢 這裏 樓山東 在這條行李裏是比較難找的 都是那一句 Google 好 這個就是清燉牛肉麵 湯真的很清 真的要試一下 麵條是屬於粗身那類 另外這碗就是牛肉豹餅 這個湯就有牛肉在裏面 如果早上沒什麼胃口的話 你不用吃麵的 你叫一個牛肉湯就行了 其實這一個 這個餅其實有點像牛里蘇 有點像我們牛里蘇 不過沒有糖的牛里蘇 但是 真的要放一陣子 讓它吸收到剛剛好 吃下去就超棒 所以先解決了牛肉麵 然後才來吃這個 這樣就剛剛好 這樣它就有味道 然後裡面 爆了汁 我覺得值得 一定要兩個都試完 一個就是清燉牛肉 和紅燒牛肉 不是說牛肉的湯底 都是非常之不同的 那當然 如果你吃東西 是吃重口味一點的 那你就吃紅燒 兩邊的湯底 都是很清的 是 即是如果你說之後 早餐 睜大眼 吃下去是很舒服 沒有負擔 這裡就 就是清一色吃牛肉麵 紅燒和清燉 但是很便宜 八二塊 八三塊 一碗 如果你喜歡吃台灣牛肉麵 這裡是 值得一定要來的 好 叫得台灣三十大食肆 那 真的 不錯不錯 之後 當早餐是非常之舒服的 吃得 麵條方面 我覺得好像錄得比較軟一點 如果硬一點 就最完美了 雖然店舖是小小的 但因為店舖不在大街 是真的在小巷裏 我覺得不是太多遊客會過來 有興趣就試一下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做早餐的 其中一個選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讚 如果想繼續收看就按個訂閱 貓嫂繼續吃台灣 拜拜 拜拜